我们来看整体,以至一个双曲线的两件性线为3s-2y等于0,3s-2y等于0 且通过点坐标1-1,是求持双曲线的方程式为何 那题目是呢,那么告诉我们双曲线它的两条间进线的方程式 那么因此呢,我们就来假设,这个双曲线的方程式,如果叫做干嘛 也就是说呢,把这两条间进线的方程式,3s加上2y 把它呢,相乘,所以呢,这里是3s,那么减掉2y 相乘呢,我们就令它,那么等于k值 所以呢,我们再来求k值 那么听众有说呢,这个双曲线,它会通过点坐标1-1 所以呢,我们就把坐标1-1,那么带入干嘛方程式,来求出k值 所以呢,3s,s带1,这里呢,我们得到是3 加上2乘y,y呢是-1,所以是-2 那么这边呢,就是3 那么这里呢,2乘上-1,所以加上2 那么因此呢,这个是4k 3-2是1,3加2是5,所以呢,1乘5,那么等于k 所以呢,我们就求的k的值,就是5 再把k的值呢,带回来,所以呢,我们就求的干嘛的方程式 也就是说呢,3s,那么加上呢,2y 乘上呢,3s,它减掉呢,2y,那么这个值呢,它会等于5 这个呢,就是双曲线的方程式 那么或者呢,我们也可以把它展开来 那么展开呢,就是利用a加va-v,所以呢,我们就得到a的平方 3s的平方,得到呢,是9s的平方 2y的平方,所以减掉4y的平方等于5 那所以呢,这两个,都是我们双曲线的方程式 那么因此呢,听不过来求双曲线的方程式 我们呢,以这一个来做答 所以呢,得到是9s平方 减掉呢,4y平方等于5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